如何筹集资金呢 筹集资金有几个阶段 最初的阶段可能就是一个想法 完了之后 你可能就会想去筹集一些资金 这个时候筹集资金非常难 第一 很少 第二 它可能占比也会很高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第一桶金或者是说第一笔资金 尽量自己解决 如果说你有个100块 那就做100块的事 你有1000块做1000块的事 就是做10000块10000块的事情 把产品做到非常的精致 用最少的钱去呈现一个核心价值 当你有一个主刑 哪怕就是一个画面 一个工作流程 或者是一个商业流程 你能够让别人看得懂 它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产品 而不是简单一个概念的话 再去寻找资金的投入 你的概率会大大的提高 所以尽量不要在想法的时候 就寻找资金 尽量在产品的时候寻找资金 那么第一笔的天使资金 最简单的那就是父母亲了 那么除此之外就可以朋友 再往上之后寻找资金 将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一个过程 所以如何去真正向社会 去募集资金这件事情 就一个 也就是用赚钱的产品 去募集资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